今天好想要,天天都想要,要吃喝玩樂,要打掛內幕,要社會新聞,要解決問題,劉俊耀下午2點,非要不可 9月8日新聞談,今天是非要不可,我讓你非要不可的劉俊耀,瘦耀耀,禮拜四財神爺,致富月幹的總編輯,朱季中,朱總在我們現場,朱總你好 腰好,各位聽眾大家好,我們今天穿多條紋的,都穿毛的,橫格的,橫線的,看起來身材更臃腫 配合現在的大盤,都橫躺下來,哪有橫躺,美國股市囉 是齁,美國股市真的有如你預料中,它等於是 漲多了嘛,要回回,漲多要回回 可是我跟你講,雖然基本面都是好的 那譬如說,那個本來擔心說,那個去年,美國政府沒有辦法運作下去 因為他們的支出的法案在國會沒有過嘛 那結果,這個禮拜也很快就國會民主跟共和兩黨就達成協議 所以讓他們這個政府可以持續運作到今年年底 對啊,那這樣子就要穩定了嘛 沒有,股市都是這樣嘛,就是說跟大家報告 股市都是在失望中,見到底部 所以失望的時候你就要買進嘛 在樂觀的氣氛中,見到頂部 就要賣出了 就要賣出了嘛 所以都是在樂觀的氣氛,然後大家好消息 當好消息出現的時候 好消息出現的時候,股價還不漲 這個時候你就要擔心了 就是是不是漲不動了 那當壞消息出來的時候 誒,怎麼股市還在漲 會不跌 誒,那個時候你就要買進了 你就要有勇氣買進了嘛 表示不會太差 因為有一些比你更有勇氣的人已經出手了 那現在利多開始陸陸續續都出來了 我們去年年底期待今年年初會有的利多 我們說財政支出,這個房案應該讓它過關 然後總金的數字要好 美國人要繼續的消費 美國的這個房地產的這個銷售還要繼續的好上去 誒,陸陸續續你看到的數據都有出現 誒,可是都有出現 問題是股價就沒再漲了 那就股價前面已經漲完了嘛 那這個時候就要有更好的消息出來 好,那更好的消息在哪裡呢 請看下一期支付業看 誒,這一段我待會我把它剪掉 哇塞,用這樣子置入的 哇,你這個太狠了吧 誒,那你下一期支付業看是要做什麼 沒有啊,我們事實上也有跟大家報告 我們去年就在觀察一件事情 但去年沒有出現 去年齁,就是說 大家都在看這一波的景氣的上揚 很重要前面是政府在救嘛 因為政府印鈔票這樣救 然後那企業賺錢很好 企業都很獲利 為什麼企業很獲利呢 企業都砍人嘛 企業第一個動刀就是把人事蜘蛛砍掉 所以企業每一個都吃得飽飽的 賺得飽飽的 賺飽飽以後呢,問題是他不雇用人 就沒有用啊 你不雇用人的話 你沒有增加資本支出 沒有再去做擴張的話 這個景氣,它不會一直好上去 因為大家口袋是空的 只有你大股東,老闆在賺錢 對不對 那員工都沒有苦哈哈的 而且員工整個公司的這個人員也沒有擴張 這個經濟沒有辦法再往上成長 那我們去年就在預期 2013年大家就預期說 好,我們整個景氣從2008、09打到谷底 然後慢慢開始爬起來 那美國的景氣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好轉了 那企業應該要開始投資 對不對 你看台灣 台灣我記得我在節目中我沒有講 我們民間投資佔GDP的比重 在去年掉到只剩下19% 2000年的時候我們是22%以上 我們掉了三個百分點下來 簡單說我們在2000年到2012年 這12年中間都還維持在20%以上 平均都還維持在28%以上 大部分年度都20% 偶爾有像金融海嘯2009年 那時候有掉到19、18 可是之後馬上又回到20% 結果2012年的時候 我們又掉到19% 同一個時間點韓國是多少 韓國是26% 比我們整整多7個百分點 所以你看到人家的民間的投資的活力 是遠比台灣強的 那台灣的錢都拿去哪裡 大陸嗎 房地產 投房地產 是不是 就是其他都沒什麼在投嘛 然後去存在人民幣嘛 他都跑到海外去了 都沒有在台灣投資 那美國人也是這樣 美國大家現在也是 你企業獲利那麼好 那你接下來的成長就要靠民間投資 就要企業要投資下去 企業有在投資 就是美國的企業投資已經比台灣算還不錯了 因為歐巴馬政府有做一些真心方案 確實吸引了很多製造業回美國投資 可是還不夠啊 所以我們期待2013年 本來就期待說企業的資本支出要增加 好那個2013年落空了 但是問題景氣還是好上去 所以我們期待就是2014年 這個企業資本支出的這件事情 應該要真的成長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政府的財政支出已經確定穩定了 過去才美國政府都可能會倒 現在已經確定了 這個疑慮已經沒有了 當美國政府確定不會倒的時候 那就表示美國政府推出的一些政策 確定可以執行 那所以企業理論上應該就可以開始投資 所以如果今年2014年整個美國股市還會再往上走 好的話 很重要就是大家要看企業的資本支出有沒有增加 如果企業資本支出增加企業開始投資 開始做擴張 那這個景氣就還會好下去 所以回檔 美國的回檔 就是一個好的買點 如果企業資本支出沒有增加 企業還是很保守 抱著現金 等著買股票或者是等著分配現金的話 那就表示後面大家對景氣還是有疑慮 你就要特別小心 所以接下來就請大家密切注意 置物月刊 你又來了 我們會幫大家觀察企業資出的狀況 卡掉卡掉 但是我要問一個問題 因為你之前跟我講 歐美的景氣都在復甦的時候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個系統 讓你覺得不是很放心 那你可以從中間 找一個橫切面 比方說像生技股 那歐美好 那你說最近美國股市在跌 可是喔 你講的那個我都有聽喔 生技股的那一塊我就切出來 他還是在漲 而且理創新高 我講的是基金 所以說我要問你的事 那這樣子在一個 你剛講的那麼多分析美國的政局 政府穩定了 民間企業投資會不會增加 這些東西 這是這麼多的因素 我如果我現在在選擇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按照你的那個生技的那種切個橫切面 這樣子去做投資 這樣子會不會更穩當一點 應該是這樣講 企業生技這個產業 今年還是會有機會成長的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整個新藥的研發 還是在持續當中 然後那美國的這個健保改革還是持續的當中 所以 再加上整個亞洲 他們對藥的需求也是持續的在成長 所以這個醫藥的製藥這個產業 它還是會好 但是它的漲的幅度已經不會像2013年那麼好了 那麼噴出那個大爆發 對那你不能簡單說 我們對於2014年整個歐美股市的期待 不能再像2013年那個樣子 2013年整個美國股市創歷史新高 歐洲股市創歷史新高 這些東西就是說 你有沒有看那個玩特技 就是一次要弄10個盤子 有沒有在那邊轉 對一直轉 總不能說只有一兩個盤子在轉 美國經濟再好 美國的盤子再轉 其他地方也要轉 所以你要開始把眼光往外面去移動一下 看一看別的市場 因為別的市場可能是剛剛從谷底裡面翻上來 譬如說我們之前也在跟大家介紹 就是在歐洲裡面 歐洲五國裡面 像義大利 或者像東歐的一些國家 或者像去年不好的 已經連續兩年不好的像俄羅斯 這些有沒有可能被德國的復蘇景氣帶動 好那所以你可以去關注一些 這個機器比較低的一些國家 好那相對的 不是說美國跟歐洲的景氣 或者是升級產業會不好 而是說它的這個漲幅 它可能會受到一些限 因為前面已經漲那麼多 你要它連續的這樣大漲 我覺得是有壓力 但是今年很可能是一個大震盪的年度 好這個大震盪的年度 為什麼 是因為這個貨幣政策要改 就是我們講的QE 因為在2月1號新的聯準會主席上來之後 全世界的貨幣政策可能邁入一個即將調整的一個狀況 在那個時間點的狀況之下 大部分人的錢會大的機構法人他們會先停看 聽一下 所以那個時間點 所以你要看著那個時間點的變化 再去做調整 好 簡單說 你不能再用去年 去年是一個爆發年 好 你不能再用爆發年度來看今年 那所以說今年要稍微更加保守一點 對 好 保守一點 但是呢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所謂的保守就是說 現在還是在景氣復甦的狀況中 所以你還是可以投資 但是你不要去追高 第一個你不要追高 第二個你手上要有現金 是 所以你要隨時記得 我之前不斷的建議大家停利 是 你一旦達到你的獲利目標 譬如說收藥藥 你有投資生計的基金 是 如果今天生計的基金已經幫你賺到15% 20%了 好 已經賺到 我們之前有給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在節目中講過 這個用S&P500 就是美國這個史坦普指數 過去50年來的平均的漲幅 對 有人就是用這個來做停利點 大概14% 所以簡單說你一旦 你如果是定時定額投資基金 好 或者你單筆投資金 一旦你超過這個14%的數字 嗯 的時候你就應該開始思考 你是不是要先停利點掉 這個你沒有講過 但是 那所以我們不曉得現在 現在你說 S&P現在是多少 現在這最近在回檔 對 大概1800多點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投資組合 如果一旦超過指數的50年的均數 是在一年平均漲14% 15% 所以這個叫合理 叫正常 如果今天它已經漲到15%以上 你是不是隨時心理上就 我已經多賺了 對 我已經漲過平均值了 這個時候我就要考慮賣 那你如果今天是做定時定額 你不能一年度一個年度來算 好 所以當你的 如果你今天投資這個定時定額 你投資兩年了 嗯 那一年是14% 兩年是不是28% 對 所以你的累積報酬 超過28%的時候 獲利了解 你就應該賣了 哦 那這個時候 這個比較清楚一點 那你用這樣的概念去做投資的時候 你手上是不是隨時會有錢 有錢金 因為你可能投資基金 就算你只投資一檔基金 是 你賣掉之後 你再重新開始 是 或者你再做一個轉移 好 去移到別的地方 嗯 那你如果今天有兩支基金的話 嗯 你一支停利賣掉 你另外還有一支再繼續投資 對 對不對 那你停利賣掉的這個現金 就來支持你 接下來 你又重新開始一檔基金 同時也是 支持你的第二檔基金 能夠繼續定時定額扣管下去 這樣的話 你的定時定額 是不是永遠都像那個盤子一樣 在轉 是是是 對不對 那你當你的盤子越轉越多 越轉越多的時候 你每一個期間 每一年都會有現金獲利入袋 真的嗎 欸 當然啊 沒有 我反而超新說 越轉越多盤子的時候 早晚有一個盤子會掉下來 啪 那不是 每一年都會有一個盤子掉下來 掉下來的時候 就是你的買點 因為你手上有現金 你還真的能轉 這樣子也能轉 不是 投資就是這麼回事 投資就是要跟自己的人性對抗 當別人都很樂觀的時候 你就賣賣掉 對不對 賣一點掉 就賣給他 這叫做人的道理 然後等到的 所以要 掉下來的 趕快去撿 這道理很簡單 但是我跟你講 大部分 包括我自己 在那也是 做不到 說的容易 說得一口的好盤 但是在做的時候 那個貪念就在那邊掙扎 但是你看講到一個重點 我相信我要幫聽眾朋友問 其實也是幫我太太問的 什麼呢?房地產 你看講到一個房地產 台灣因為很多錢都是投到房地產去 是不是? 好啦,你看就講到整個大環境 如果QV開始退 很多資金是要慢慢抽回去的 欸,我要問你喔 台灣的這個房地產 會不會有可能泡沫? 因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最近真的有帶我太太去看了很多房子 因為我太太她又有想要去投資房子 可是那個價錢都還是挺高的 不管是什麼哪邊的重劃區 去看 那個房價還是感覺上好像不會下去 所以,可是呢 沒有人在住 顯然呢 這個仲介 連仲介都講 現在是很多的投資客 其實裡面有很多投資 那這個投資客呢 如果今天 QV說 他如果他很多錢是用借來的 那未來如果有一點什麼 調息啊幹嘛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可能 因為什麼? 你要賣給誰? 現在的房價我看喔 你怎麼你很難賣給中下階層的人 可是中下階層的人在台灣站的大多數咧 如果這些人能夠去接手你的房子 那你這房子才有前景啊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都是握在投資客的手上 所以我要幫那些小隻小眾 大家問一問 如果我們現在呢 如果有人想買房子 要不要再等一下 會不會有房地產有沒有可能 台灣的喔 有沒有可能泡沫? 好這個 因為昨天剛好跟 有蓋豪宅的老闆 還有一些金融業的 是 那個先進們 是 談到這個嗎? 我們聊天 這個話 這個吃飯的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最有興趣的話題 就是房地產 對喔 2014年房地產會不會跌 我題目不是會不會漲 是會不會跌 是是是 那結論就是呢 台北市 要跌其實很難 為什麼? 因為這些豪宅建商都告訴我們 他們在台北市找不到土地 好 他們最大的困難就是 他們找不到土地 都更緩不及急 是 所以 所以跟 英明的政府報告 是 如果你要把房地產 的行情打下來 是 的話 你就讓都更的速度加快 OK 你讓供給的速度再加快 那台北市是現在台灣 全南放遠望去 房價最不會跌的地方 好 因為根本土地沒有供給 那台北市以外呢? 台北市以外的 你就要看了 土地供給量越大的地方 你越要小心 因為 去年下半年 炒最兇的 高雄 跟台中 最近的買盤 尤其是11 12月 我們看到的統計數字 是 那個買氣都開始明顯的降 連 新北市的很多預售屋 包括桃園的預售屋 都開始 他的買氣在降 沒有錯 好那 像我的一個親戚在高雄 他們本來去看房子 對 他說去年 暑假的時候去看的時候 一口價 900萬 不要的話 就 就再聯絡了 一口價 900萬 死都不退 到了 去年12月底 過完聖誕節以後 已經殺到750 你看 所以 那個中古屋的價格 空間已經開始出來了 好那 只是說 在這樣的狀況下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如果是自住的 自住的 然後 非在台北市的 不在台北市的 那我覺得你隨時 因為價格的彈性 空間都出來 你能殺就去殺 好 這個我覺得是 因為你自住嘛 足跡中 在賣關子 我也要賣關子 我要進廣告 因為呢 他跟那些人講 討論是 今年房地產會不會跌 這個我到底要逼出答案來 為什麼呢 一年之計在於村啊 現在很多的這些 還沒有買 手上還沒有買房子的人 他要買來自住的人 可是房價那麼高 他根本買不下去 那今年有沒有機會 讓他們買到房子呢 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朱季忠告訴你 好那988新聞台 我劉君豪 秀耀耀 朱季忠在我們現場 季忠你好 那個房地產 到底會不會點 你能先前面 跟我們講一個答案 然後 你再來分析 不然我們的聽眾朋友 聽得這個心裡面都懸在那裡 簡單說嘛 我覺得房地產要跌有幾個要素 哇塞 你不要分析 你先講 我說兩大條件 第一個 供給大量出龍 好 那我剛才講台北市沒有供給 台地沒有了 那中南部供給很多 那個量很大 所以中南部你真的要小心 好 那第二個利率 對 如果房地產要大跌就是利率 一定要往上拉 所以政府 如果是政府的話 打房很簡單 你調高利率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 沒錯 你調高一趴兩趴 我跟你講很多人就出龍了 那現在有一些房貸 譬如說像我自己 對 我有三個房貸 最便宜的1.8 貴的2.7 那也不超過3% 那問題是2.7的再往上調 就已經到過三了 所以那個 過三以後 大家就會開始刷 是 因為你這個房價 能不能撐得住 因為你的租金報酬 對 事實上現在大部分的租金報酬 都是低於2% 嗯 那你如果今天 房貸的利息已經超過3% 超過3%的話 以上 那當然 他就賠了嘛 所以如果利息不動 對 的話 你叫房價怎麼疊 所以打房很簡單嘛 就是把利率調高就好了 那英明的政府就不會調啊 是不是 怎麼弄什麼奢侈 所以弄什麼那門檻 然後那麼一大堆 他 這個就是我們財政部長講的 他只能讓他銷轟 銷轟 慢慢的輪胎放棄 可是呢 氣球放棄 他不能一下 一下子給他戳破 等一下 答案呢 到底會不會跌 就是利率沒有大幅的彈升 你就不可能跌嘛 所以今年 就是緩緩的 就是買氣會停滯 買盤會不 上不去 是 但是又下不來 對不對就卡在那裡啊 因為我們 最近這幾個禮拜 我帶我太太去看房子的時候 那個仲介都 也是鼓哈哈的 他們說 其實喔 沒有買氣耶 真的沒有買氣 然後就是有人看房子看看 但是問題 都是慣慌 多 這樣子 所以說他們就覺得說 買氣其實沒有好啊 那是不是 他就他們第一個講到說 那打房是不是有效果 第一個這樣 是這樣想 可是我覺得 如果今天 這些 那些 那個什麼 你房價 那種沒有很 直接 立竿見影 就能夠打下來的人 我跟你講 那些投資客 他還是撐著 沒錯啊 是不是 他還是撐著嘛 所以說今年的房價 大家不用預期太高 他會跌 對 應該是說 台北以外的地方 有些地方會跌 有些地方已經明顯的開始慢慢再往下掉了 好 就供給量太大的地方 喔 尤其是有重劃區的 有重劃區的土地的人 大家就自己去注意一下 喔喔 這樣我了解了 你去看一下 就是上那個市政府的公告嘛 當地縣市政府的公告 那邊重劃區一直開出來的 這個後面你就要稍微小心他一下 OK 那如果沒有重劃區的 像台北市啊 或者有一些縣市 他真的都市裡面都沒土地啦 那那些地方 他的房價就可能撐在那個地方 但是他要上去也不是那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年台灣的景氣並沒有好啊 對 並沒有我們的主計處到現在還沒有告訴我們說景氣會好 只是最終因為歐美的景氣 中國的景氣上來 我們還是會好啦 好 還是會好 所以只要景氣好 那房地產大概就還可以維持一個還不錯的一個狀況 好 那只是說 很多地方要去做修正 嗯 就大的整個市場 你說要崩盤 我覺得還不可能 好好好 OK 崩盤 我們誰誰希望他崩盤 都不希望他是崩盤啊 只是說你價格稍微 我們不要講崩盤啊 合理一點 你說房價要大跌不會啦 不會大跌 不會大跌 但你說要大漲也不可能嘛 不過是這樣的聽起來很多人會失望 因為什麼 畢竟台灣需要房子住的這些人 其實很多想買房子的人很多 買來自己住的 我想不是投資喔 買來自己住的人 很多 可是呢大家現在出不了說 但是 房價高到這種 但是因為在這個房價膠著的狀態的時候 你有知識的人 對 你懂得挑房子的人 你就可以買到便宜貨啊 好 因為 因為買家原來持有房子的人 他已經不像以前鐵板一塊了 他如果認為說未來房價一定漲的話 他絕對不會願意到你殺嘛 對 可是他現在已經開始擔心未來可能會跌 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那我為什麼要在那利率又有調漲的可能 時間越長 成本越高 對 所以這個時候他很可能就願意跟你談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學的是什麼 你要學殺價 好 你要學會怎麼去觀察 怎麼樣去判斷買家的成本 OK 所以這個時候是大家要練功夫的時候 好 那小兵知道 小子女 要買房子的 大家 先練功夫啦 去知道怎麼去殺價 好不好 祝大家今年呢 住者有起屋 好 今天呢 花了半集的時間來討論這些 這個金融情勢跟那個 其實無非就讓大家希望大家口袋滿滿 是不是 好啦 那接下來還要讓大家口袋滿滿的 有一些機會呢 是什麼機會 你們這一期 做什麼 車子 跟車子有關 這個 消費電子展 我們上個禮拜 是不是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說 消費電子展 在美國已經開始登場了 結果消費電子展的時候 我們就提醒大家說 你其實可以注意一下 車用電子的這些東西 有有有有 你有講 那接下來 這個禮拜馬上登場是底特律的車展 好 所以你看消費電子展 然後美國馬上又有一個底特律的車展 結果你就會發現 哎呦 車商真的是一連串的 開始 他們不是在底特律車展才卯進宣傳 他們是在 那個消費電子展就開始在做宣傳 那為什麼他們開始在 包括像 奧迪這些大車廠的CEO 有七大車廠的老闆 或高階主管 都跑到消費電子展上面去 親自去 去做road show 親自去喔 對 那就表示他們開始重視科技產業 那後來 你仔細研究一下 你就發覺 現在賣車已經不是在單純賣一個引擎了 賣引擎已經過世了 還賣showgirl 沒有 那showgirl更是知為末節的事啦 哈哈哈哈 一般的觀眾 民眾到車展去都是在看showgirl 我的意思是 跟民情展示一下民情 你這樣講的就是在講五六年前的狀況 真的啊 五六年前大家也不買車 那現在都 那幹嘛錢那麼多showgirl 這幾年 這幾年整個汽車的消費 買氣是在上來的 所以大家還是在重視 那 那除了showgirl之外 你說 是什麼 重點是齁 現在車子已經變得跟一台電腦一樣 對 應該是 沒錯齁 因為車子會 碰到紅燈停下來的時候 它會熄火 它讓我嚇一跳 然後你 綠燈的 現在更猛了 它又發動了 你知道 Audi這一次在 這個CES展的時候 美國消費電子展上 它展現什麼 什麼 就是無人車的科技 太可怕了吧 無人車這個叫我去做 我也不敢做 可是你從過去一年裡面 你陸陸續看到車場 他們都在推這個東西 無人車 就是車子 到了 通常我們 趕赴約會 最怕就是什麼 找不到停車位 是啊 那現在 既然已經有無人車的這種科技的話 那車子自己會停 我到了現場 然後我就下車 然後讓車子說 好吧 拜拜去吧 車上沒有人 沒有人 他就開去停車 他自己會停車 自己會找附近有沒有停車位 真的假的 你現在講的是真的嗎 還是講電影 人家 Audi已經在實際現場展現出這種科技來了 今年啊 已經展現了 今年在消費電子展 他們就展現這種科技 你看喔 這裡面很重要 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 它要有一個導航設備 導航設備 導航設備一定要 我用我的腦袋想的 導航設備一定要 第二個要連接到像Google 然後知道這附近哪個停車場設定位 對 它能夠 藉由這個GPS開過去 對 然後你要無線偵測 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有空位 對不對 搞不好有一個垃圾桶放在那裡 你也不能停啊 是啊 有人放了一個路障你也不能停啊 對 這邊空間卻是空的 是 那之後呢 你就要開始自動駕駛 對 把這些資料輸入這個電腦裡後 這個電腦能夠指揮車子 自動 打後面一點 打右邊一點 再打左邊一點 慢慢接近當中 最後挺好 我不太相信 小平你相信嗎 不相信 我們現場三個人 只有兩個人 那人家真的就是這樣做啦 那你相信 我相信啊 你有看到嗎 眼見微屏 拜託 這個YouTube上都有這個影片 大家自己去看好不好 好 那這個東西能夠量化嗎 現在還不能量產 好 他們預計大概在八到九年之內 就可以大量生產 八到九年 那還好嘛 那還早啦 八到九年 這是現在講 八九年後 我才不過三十幾歲 對不對 我還是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那一天 沒錯 但是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未來你在買車子的時候 這些電子配備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好 那為什麼呢 他們現在是說人車一體 為什麼 他說現在你開車就好像拿一支手機一樣 因為你拿手機的時候 你會想說 啊 附近有沒有什麼好吃的餐廳 好 附近有沒有什麼 我的朋友 有沒有在附近 對不對 我Facebook上的一些朋友 或者說我未婚的 包括還不認識的 對 也可以甩一甩 對 LINE一下就搖出來 現在車子也可以 恐怖耶 車子也可以 我的朋友 是不是在我的附近 好 比如說我現在開車開到螺絲幅路 結果我發現 受藥藥居然也在附近 附近 然後我就call他 追蹤他 對 哇他太沒隱私了 太沒隱私了 問題是現在這個科技 這個可能不需要 這變成抓尖科技 這可能兩三年就可以做到 哇賽 那這樣太危險了 那你老婆 你的另一半 都知道你現在在哪裡 你車子開去哪裡了 你今天去哪裡了 是 你今天車子為什麼停在 那一間那個 Motelo的外面 或停在Motelo裡面 沒錯啊 因為他只要有一個 衛星定位 對不對 他就可以去搜尋 你今天去哪哪些地方 對對對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個完全沒有隱私可言 這個科技好嗎 這種科技發展 可是對於企業的老闆 如果要追蹤我的員工 這不是好科技嗎 這樣人變得好像都沒有 沒有一點 你怎麼會這麼老土呢 那不然呢 全民公體早就告訴你 可以反偵測嗎 還是什麼 這個社會一定會到最後一定這樣 我們現在出去到處都監視器 對啊 政府都在監視我們 那我們能夠怎麼樣 我們 可是很不願意啊 你不要做先犯科就好啦 誰會 哎呀 人 慢慢人生路 難免錯幾步 我在討論是科技問題 你給我拿到哲學層次來討論 好 那我進廣告可以嗎 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我們聽注意中到底要講什麼 好 好啦 G8新聞台 我劉俊昭 受邀藥 豬兄站姆現場 集中你好 你好 剛剛我講喔 慢慢人生路 難免錯幾步 但是如果這個科技呢 可以約束我們的行為 對 讓我們不要走錯路 對 連錯幾步的機會都沒有 對 他根本不讓你走錯路 那這樣其實也是有約束效果 對 也是蠻好的啦 方向盤不是你在控制 對 是電腦在控制 你想開去Motel 我告訴你他就是開不進去 他會一直跳出來說 一個有良心的丈夫 怎麼可以跑去Motel 是 就想想這個科技也可以 從科技來約束人的行為 蠻好的 那這樣子 這件事情要做到這個田地的話 要做到這個地步的話 很重要就是你的 那個電腦的預作業系統 要非常非常強 而且要快 對 那現在呢 我們發現有兩個強大的 科技大廠 已經介入這個產業了 哪兩大 一個叫Google 哇塞 一個叫Apple 哇塞 這兩個原來在手機上 廝殺的 對對對 這兩大品牌 是 現在這個 Apple先提出這個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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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概念 所以Google呢 在今年的CES現場 他結合了12家車廠 也宣布了一個 Enjoy的平台 的車載系統 所以未來他也要在 車輛的軟體的 作業系統上面 開始去發展 了不起 那所以以後你就看到 以後你包括你的胎壓 包括你的這個影音 你現在的手機上的所有音樂 你在車上 全部都可以聽 好 然後你的所有的胎壓的 整個狀況 整個安全的狀況 全部在手機裡面 都可以展現 都可以記錄 哇塞 那你以後 更妙的是 你以後上車以後 我們通常老手 開車老手 都會說 我今天要去 飛碟電台 不是我要去Nuse酒吧 對 我要走什麼什麼路 你在潮營心在旱就對了 那同一棟不是嗎 沒關係 好 那我要走什麼 我要從心電出來 然後走螺絲幅 結果呢 現在電腦會幫你算 今天 因為我已經偵測到了 是 螺絲幅路可能出了一場車禍 所以那邊堵車了 行你要走 水源快速到 他就幫你 他已經幫你引導了 所以以後你開車 就像在打game一樣 哇塞 打game 你這樣講真的 這個科技真的想像空間太大 所以以後人要徹底放空 要接受機器的管制 但是偶爾你要看一下 因為聽說 某一家的地圖 有的時候會把你引導到 掉到海裡去 是啊 沒有更新 所以 你不能開到 沒有網路的地方去 或者是還沒有更新 還沒有更新 不過這樣的話呢 我很難想像 會不會車停好了 以後車停好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那個擋風玻璃 本來是可以看到外面 那突然擋風玻璃 就變成一個電影的螢幕 他直接就 抬頭顯示了 這已經早就有了 我跟你講以後更妙了 現在更妙的一個營運模式會出現 以後車子用送的 手機是不是免費 免費手機嘛 綁約 對 終身綁約 車子免費送你 免費送你 但是你停車 吃飯 都要繳費 全部要到我合約訂的這些地方去 就是綁約嗎 終身綁約 對 這樣有道理啊 有道理吧 哇賽這種商務電子商務的話 真的是會 以後你真的會 把科技 就電 手機的這一套搬到整個搬到車子上 那我問你 房子會不會送 有可能啊 那我們就等嘛 那個小便知道 今年房價不會跌 所以呢大家都等 房子送你 不會啊 他讓你免費住 房子給你 房子給你 房子漏出來 他還是沒有等到啦 好不好 今天非常感謝朱細忠給我們這麼 遙不可及的科技知識 謝謝朱細忠